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二 昨天澳洲的媒体爆了一个大的新闻 澳洲的这个The Australian,就是澳洲人 他采访了一个前CIA的一个高官 也是国防部前情报处的一个副总监 那他的名字叫Douglas Weiss 那Douglas Weiss接受采访 他是当时否认亨特拜登电脑门的51个国家的情报部门的高官之一 他在采访中就承认说 他说其实我们当时知道大部分的所谓电脑中曝光的email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在这封信上签名 那个信就公开的说亨特电脑门事件是俄国的一个不实信息 是俄国的信息站什么的 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就被Politico 还有相继的被CNN所有的媒体引用 那当然是断章取义的引用 最后就把这个对川普总统非常有利的十月惊奇给灭掉了 那个Weiss就说 那我虽然觉得他泄露出来的这些email应该是真的 但是我没有后悔做这个事 因为我和很多情报官员都认识到 俄国对美国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他们公开的这个挑衅了美国 然后那他们对美国做了很多公开的破坏的行为 如果这是他们的不实信息之一 我并不会感到奇怪 那他还狡辩说我们的信里并没有说 亨特的电脑门是不实信息 我们只是说他有俄国的不实信息的这个earmark 就是有这个标记看起来像是 但是我们也不能确信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以谨慎 以防俄国不实信息来破坏我们美国的大选 所以你看他把自己解释得非常的完美 那他同时还指责右翼的或者是保守派的 或者是川普的支持者说 那你们也没有仔细的看这个公开信吗 我们的公开信里并没有说 他是有俄国的一个不实信息 我们只是说我们应该谨慎 因为他有不实信息的一个记号 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我们要警惕俄国对我们大选的一个干涉 你看他既让人非常震惊的承认了 他明知道这个泄露出来的邮件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但是他们还是撒谎说他是不实信息 反而他给自己找播了一下 就说我们也没说他是真的假的 我们说的是一个活话 我们说要警惕他什么的 但是他们这封信写了之后 就被主流媒体广泛的应用 Political也好 所有的文章大标题就是说 51个情报官员联名写信 说拜登电脑门事件是俄国的不实信息 他们确实也断章取义了这封信的很多内容 但是这封信的目的写出来本身就是让人去断章取义的嘛 所以你看这是他们的狡猾支持的话 我之前讲过拜登还有很多民主党人 他们的这种说法 他说一些是是而非的话 他做一些是是而非的肯定或者否定 让你以为是这个意思 但是最后他说我也没说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就是深层政府是如何运作的 而且他们谈而皇之的上电视说 就算是这个信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的话 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们做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就是战斗在前线 为了防止俄国干扰美国做出的一些努力 而且我们还将这么做 你看真的是非常不可理喻 而且他说我们作为情报官员的话 我们有义务告诉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面临这样的风险 我们只是说这个有可能性 俄国不失信息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是无语了 他们都可以这么的shameless 这么的毫无羞耻的说这些话 这是深层政府的一个运作的典型 那当然他已经辞职了 他已经从他的前CIA的这个高级职位 以及前国防部的情报副总监的职位辞职了 那当时联名写信的 还有前CIA的这个总监John Brennan 然后还有前情报局的总监James Clapper 以及前国防部的部长Leon Palat 你看都是这么位高权重的这么一批人签名 那美国人们怎么可能不相信他呢 即使他们说这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那美国人也会认为说 那他们说有可能性肯定就是有 即使你把所有的公关性全部一字不漏的 读给美国人听 美国人民还是会觉得说 那既然都是这么些高官在背书 说他有可能是俄国的一个干涉 那我们怎么有理由不相信 但是他们现在就全盘否认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知道这中间很多Email 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被俄国利用 也看起来也有像被俄国利用的迹象 那我也没说他是真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 这是一封警告信 四位慎重起见而写的 那你能把它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就是深层政府对美国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危害 它最后最终导致了 2020大选的川普的一个失利 当然那所谓川普的这个失利的话 那不仅仅是这封信的原因 但是这封信有很大的程度 影响了这个大选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些深层政府的一个政变 彻底的把美国人民玩弄于涨骨之中 因为民调显示30%的投票给拜登的美国人说 如果他们知道亨特拜登电脑门事件是真实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投票给拜登了 他们不仅做了这样的事 而且他们还毫无廉耻的在采访中说出了这样的话 不过这个Weiss他在事发之后 就是这个公开信公开之后 纽约邮报就寻求他的意见 就想采访他 他拒绝了采访 但是在两年之后的今天 却接受了澳洲的媒体的采访 大言不惭的说出了上面那些话 那当纽约邮报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要求他制评的话 他并不予以回应 所以他的这个发生也是有选择性的 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拜登的另外一个大事 就是可能涉及犯罪的这个拿走机密文件 并且放置于非常不安全的地方 除了他车库里头上次我们说的 这个发现的机密文件以外 还有陆续又发现了第三波第四波机密文件 那他的律师就说我们在清理仓库 所以那这个保守派的人士就大为不解 很多人就说这是不是拜登退出的信号 有的人说像川普的2024竞选的律师 克里斯蒂娜鲍博接受班农的采访的时候 他今天早上他就说 他说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掩盖 他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掩盖什么 但绝对是一个掩盖 就是他的律师怎么会突然的到处收 收他的这个所谓的机密文件 如果真有机密文件的话 他为什么要去收呢 他要瞒起来不是更好吗 对拜登更有利吗 但是肯定是有一件事瞒不住的 所以他们才开始主动的爆料 说拜登不小心拿走了机密文件 处理不当什么的 那这样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在判断 拜登的这个行为 还有比较川普的这个行为的身上 然后以此来掩盖某个重要的事件 这是这个川普的现任律师的一个看法 他我之前说过 他是这个前海军陆战队的major少校 那他也是川普的马尔拉格被搜查到场的这个律师 FBI让他在大太阳下站了 不准他在阴地上 大汉的阴地站了几个钟头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颇有道理的 那当然还有的这个保守派人士就说 那其实他之所以爆料出来的话 这是拜登的政治竞选团体和他的私人律师之间的争执 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 那他们分析说拜登的政治团队就认为说 这个是可不能隐瞒 这个是必须 你们有发现这个机密文件的话 必须要公开 否则的话对拜登会有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如果真的是被人发现的话 或者泄露出来的话 那但是拜登的律师就认为说 我不应该公开 公开的话 那拜登就会有很大的法律的风险 作为律师的话 他是为了降低他的当事人的风险而做努力 所以他们政治不下最后博弈的一个结果 很多法学专家也在说 那拜登比川普的四代文件更加的有法律风险 更加可能触犯了法律 原因很简单 不管你是说二十几份文件也好 还是上百份机密文件也好 只要你拿走了一份机密文件 那他就是犯罪 跟这个拿的多寡没关系 因为很多人就说 川普拿了上百个机密文件 但是拜登只拿了二十个机密文件 好像他轻一点什么的 他说你不管你拿了多少份机密文件 你都是犯的罪 第二个 那川普有说自己解密了文件 作为总统他是有资格解密的 他说他解密了之后才带出来 而且当初克林顿带走机密文件的时候 克林顿奥巴马 我们之前说过 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 克林顿的这个司法部就跟他解释 就说前总统也是有资格带出所有的机密文件的 这是司法部当时对克林顿带出机密文件的一个解释 所以那川普总统就照此办理 觉得我前总统可以带出机密文件 但是他却被FBI突袭搜索了 这是前所未由的 所以你看 这是FBI非常不平等的做法 那当拜登发现第一批机密文件 那是在11月2号 然后之后紧接着发现了第二批 第三批到第四批 那从第一批的发现交给了国家战案局 到第四批的发现 一共有73天这中间 这中间73天的话 FBI没有任何的作为 那FBI第一步就是应该去 Secure这个地方 并且去检查 以确保没有任何的机密文件 FBI没有任何的作为 这也是目前的FBI作为 深圳政府的一部分 他已经丧失了他执法的独立性 那当然迦南也有很大的关系 司法部部长 他明知道有机密文件 他没有任何的作为 同时拜登说 他自己对机密文件是很严肃对待的一个事情 但是那他的机密文件发现之后 并不是他自己或者他的团队通知了这个司法部的 而是他的团队通知了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两天之后才通知了司法部 司法部在一个月之后才 媒体广为传播这件事之后 他们才特别任命了一个特别检察官去检查这个事 所以从头到尾的话 这次完全是一个够合的结果 根本没有显示拜登的所谓的 对这个事很serious的这个态度 左媒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看到他就说 那当时奥巴马总统就发了一个行政令 就说拜登有解密机密文件的权利 意思就是说拜登现在有机密文件也没有关系 他是可以解密的 但是总统可以解密机密文件 这是宪法的权利 就是作为一个前总统奥巴马 他根本都没有权利修改宪法 他没有权利下这样的行政令 所以即使他下了这样的行政令的话 也是无效的 何况这种说法也只是媒体的一个说辞 所以媒体为了掩盖拜登的话 就编了无数的谎言 还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就说 拜登不小心带回了机密文件 其实他这些文件可能是不小心带回来的 所谓的不小心带回来 完全是无稽之谈 很简单 如果一个文件都够不上机密 他可能根本都不会带回来 因为只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文件 他才会带回来 如果是无关痛痒的文件 他带回来干嘛 但是重要的文件都是机密的 而且是高级机密的 也是他有用的 他如果没用 他把这些文件带回来干嘛 所以说他是无意中带回 或者不小心带回 根本就不能成立这种说法 你看他带回的这些关于伊朗的 关于这个乌克兰的 关于中国的 都是跟他的这个生意也好 或者跟他的这个利益也好 息息相关的 那说到利益的话 最近还有一个很大的爆料 就有一个叫Opener Books这个公司 那他的CEO就爆料说 他说那他经过这个查证 他发现NIH的这个官员和首席科学家们 一共从大药厂拿了专利费 有16亿美元之多 那是前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做了这个崔少人的 他说NIH每年向 5万4千个健康项目或者中心 去开放有320个亿的这个生意 不管是专利也好 还是药品也好的生意开放给这些这个公司 药厂或者健康事业公司 收取他们的这个loyalty fee 就是专利费 Dr. Fauci和他的太太都在NIH工作 国立卫生研究所 那他说所以这个游戏就变成了说 如果你要通过任何的东西的话 你必须要去见这个夫妻夫妇两人 而且夫妻医生还投资了3600万纳税人的钱 到他自己的这个发明上去 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 那夫妻医生就说 那我会把我所有我收到的这个专利许可的费用捐献给慈善组织 Open the books是一个专门追查联邦政府也好 还是这个各级政府也好 他的账目的财务状况的一个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医生可不是像之前他在酒吧里透露的年收入只有上千万那么多 他有更多利益在NIH里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坚决不辞职 扛到最后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